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說不知 其實埃爾尼諾和拉莉拉現象 可以影響香港的天氣 特別是埃爾尼諾 它會影響香港某些季度的雨量 見你這麼想下雨 讓我介紹一下這兩個現象給你聽 唉 姐姐又開始了 當埃爾尼諾出現 尺度太平洋的順風會比正常弱 海洋西面的暖水向東移 令尺度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表面溫度比正常高 相反 當拉莉拉出現 尺度太平洋的順風比正常弱 海洋的暖水被順風進一步推向西面 尺度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表面溫度就會較正常低 嗯嗯嗯 嗯 其實有一個現象跟它們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南方濤洞 南方濤洞是指太平洋和印尼澳洲地區之間大氣移動的情況 而南方濤洞指數SOI 就是大溪地和達爾文的海平面氣壓相差 阿爾尼諾發生的時候SOI為負責 拉莉拉發生的時候SOI為正責 嗯嗯 香港天文台就以尼諾綜合海區的海水表面溫度距平指數 斷定它們有沒有出現 當海溫距平指數持續5至6個月 處於涉至正0.5度或以上 又或者連續在5個月內 維持正0.5度或以上 而且總和達涉至正4度或以上 就是阿爾尼諾的出現 相反 當指數持續5至6個月 處於涉至負0.5度或以下 又或者連續5個月內 維持負0.5度或以下 和總和低次涉至負4度或以下 就是拉莉拉的出現 好清楚啊 根據天文台的研究 阿爾尼諾出現的時候 香港冬季和春季雨量一般會較多 而熱帶氣旋在6月前 影響香港的機會較低 拉莉拉出現的時候 香港秋季和冬季溫度通常會較低 而在8至10月期間 影響香港的熱帶氣旋一般會較多 其實呢 小弟 你去哪兒啊 無語就上學咯 還不出門口遲到啦 哈哈 見你說得那麼開心 免得阻礙你啦 你慢慢啦 拜拜 拜拜 Oh no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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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